好 谢谢委员 那接下来我们请慧洪泰委员 花园 好 谢谢主席在座的各位女士先生 主席啊 这个帮我请一下张部长 好 请部长 各位委员好 部长好 我本来不太想提这个郑所税的事 但是今天好像报纸都在登 好像委员都在问 这个当然有人说这是选举的考量 是啊 但是也不是 我们四年前呢 这个前部长刘依儒所提出了这个郑所税 后来到了三年前 两年前去年 我们不断地提出修正的版本 其实我想目的 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股市 能够正常化了 这个刚才你跟曾委员所的 对华我也都听到 我请教一下 世界上有资本市场的国家 大概有多少国家是科增证所税 有多少国家科增证交税 又有多少国家是两个税都有的 当然委员有多少国家是我们没有全世界几十个国家收集 但是手上有资料的 像新加坡它是有所得税 但是它不叫证交税有印花税 它是两个并存的 印花税千分之二 个人所得税从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二十 盈利失业是百分之十七 新加坡是有的 香港也是有的 个人有证所税百分之十五 有印花税千分之二 盈利失业课百分之十六点五是有的 那大陆法人是有证所税的 也有印花税千分之一 个人是没有的 韩国两个都有证交税千分之三 个人千分之十一二十二三十三 日本没有证交税有证所税 大概手上就是这几个国家 那美国呢 美国有证交税有证所税 所以其实这两种制度 其实绝大部分的国家 证交税证所税大概各半 我在几年前曾经做过这个study 那也有些国家 这两个刚才你念的两个都有 那我想从这边来看出来 其实没有所谓的对错的问题 我想尤其是民进党说 我们这个是选举考量 刚才我讲也对也不对 那请问林全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提出来 他为什么要提呢 对不对 我想你不要回答这个问题了 但是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讲 民进党不要老是乱给我们戴帽子 我是觉得现在国际的状况 这个法国发生这个事情 我相信今天美国股市的开盘也不会太好 然后加上这个美国要升息等等的因素 台币也要贬值等等 我想股市让它安定 还是主要的考量 第二个我们国民党团上个礼拜五 开党团大会也做了这个决议 我想我个人还是支持红板 可是我们民主政治少数服从多数 既然党团大会做了决议 我想我没有理由去反对了 我想当天你也在现场 这个我是觉得了 大家也不要去讲说这个是对错的问题 这是一个选择 对吧 这是一个选择 我想今天我看报纸灯 你讲的也非常有哲理 你好像是你不赞成但也不反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我说已经没有到 没有谈赞成跟不赞成的余地了 反正已经两党都决议要废了 不是我想民党当然他有他的主张 但是国民党也有国民党的主张 我再一次的跟大家报告 我是支持红板 但是既然我的党团做了这个决议 我想我只有这个尊重 也遵守这样子的决议 我想希望尽快的把证所税尘埃落定 让我们的股市不要再充满了不确定性 我想充满不确定性 其实也是临迟这个市场 好不好 是 这是我具体的建议 好不好 谢谢 好 我想今天我就请问到这 好 谢谢 好 谢谢委员 那接下来我们请李应年委员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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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